地球是活的 亿万年来潮汐更迭 悟患心仪 依循着天道法则来演进 近百年来 人类自豪的科技发展 却成了地球的梦魇 许多我们习惯的如常 可能是来自大地的警训 徐家军农委会林业试验所研究员 过半的青春都在神秘的物林里寻宝 你看像这棵树啊 它在主干上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鸟巢卷 很多山苏 可是在我们这个 比较外围的树干就比较没有 这些珍贵的宝物 就是生长在物林带的特有植物 来自海洋的水蒸气遇到山脉 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凝结成物 这些位于雾带高度的原始林 就是所谓的物林 目前全世界只有百分之一的森林 可以称之为物林 奔布在台湾的一千两百到两千五百公尺的 红块 扁薄 云山 台湾山等 就是典型的云雾森林 形成物林的条件 最基本要有山 有海 以及原始林 台湾的话就是有山有海 然后我们的原始森林的比例 其实在全世界算是非常高 数一数二的 对 因为我们从1991年就停止发天然林了 所以我们的森林资源还是蛮丰富的 就是我们的物林其实是世界等级的 这些雾和树交织成的森林 能在干季保存两倍以上的降水量 缩小温差 特殊的环境让物林里的每棵树上的树贯层 像是一栋空中公寓 攀附着许多台湾特有种的兰花和穴类 徐家军所研究的植物必须攀上树梢 深入云端才能解谜 根据他的调查 全台约有340种附生植物 包含120多种兰花 将近170种的蕨类 还有许多台湾特有种 包括全台唯一不长在地面的 拙生杜鹃 像我们在棲兰的棺木上面 就发现棺木上面 长了数以百计的棺木小苗 你到上面会多发现很多新的植物 有一些我们在地上 偶而就是觉得很稀有的植物 然后到树上发现非常常见 如果气候暖化 它那个沉雾带会上升 然后这个地方原本物林带就消 那个地方的生物 它其实来不及跟着动 水气遇到一定的低温才会凝结 暖化造成凝结雾气的海拔更高 整个森林有雾的区段 往更高的海拔上移 它担心森林里的特有种 会因为雾带改变而适应不良 甚至濒临绝种 那雾林带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它的年温差 日温差 湿度 变化都非常小 所以其实在物林带的生物 它是有点养尊处优 它就处于一个比不变 硬弯变的环境 那可是现在世界在变 就是整个气候在变 所以它就有点麻烦 徐家军曾经套用气候模型 研究全球暖化 对台湾森林分布的可能影响 依据升温情况推估 2100年时 枯叶林可能将扩展37%的面积 但典型物林带的快木林将减少五成 云山林更将会消失到七八成以上 森林板块变化 木林带植物首当其冲 就连经济作物也受到影响 阿里山的石桌 海拔1200多公尺 是个气候稳定 中年会起雾的地带 也造就了优质的高山茶 洞顶乌龙茶 石桌居民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 现在却因为暖化 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以冬茶来讲 如果说你有那个冷风 烤到啦 它的地质会比较好啦 那如果冬天太暖就会 暖冬 它的品质会比较差一点 第一 这个气候的东西 我们农民也不知道有改变啦 这边就大概就是都稍微可以比较采收的熟度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咖啡树 它的品种是 异季 Geisha的咖啡 那我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它开始要成熟的时间 所以呢 可能要再过大概三个礼拜 那可能就会有一次的采收 同样是在石桌 眼前这片山 原本都是方家的茶园 邦正伦的爸爸是这里高山茶 最大的生产者之一 但却养出了一个种咖啡文明的儿子 父亲其实他希望我不要留在山上 那希望可以到都市去发展 因为早期的农业都是比较粗重 密集 劳力 然后又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父亲当时是有意培养我 要去当一些工程师之类的 所以呢 就辜负了他的期望 然后就回来山上 从头开始 周遭的亲朋好友会直接认为 因为我是一个在都市混不下去 回来接老爸产业的一个年轻人 当时刚好咖啡业兴起 方爸爸就挪了一块地给他实验 没想到这几年气候暖化严重 原本高山茶需要的云雾带往上移动 高山茶退归 成就了一座座的咖啡园 传统咖啡生长在南北回归线之间 习惯干燥低温环境 但咖啡最怕霜害 阿里山的石桌刚好在结霜线的边界 近几年暖化现象抬高了结霜线 于是石桌成了种植高品质的咖啡豆环境 现在的这个烘焙机它都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它都可以用电脑直接去操作 然后截取数据 所以像以前我们在烘豆子的时候 我们都要拿一张纸去记录说每30秒 它升温多少 要去做记录 但是现在这边都已经会办理量好曲线了 它这个气象站可以一次侦测十个项目 下面有一个土壤的监控 上面有一个土壤的监控 所以它一台气象站会配两台机器 土壤的 那它可以知道我现在这个原子里面的 空气的温度 空气的湿度 风力 风向 日照程度 所以它会传到哪里 直接传到我的手机 理工背景出身的方正伦 将最擅长的数据分析 利用来经营咖啡和科学化种植 除了专业的田间管理 也包括以科学实验的方式 来决定咖啡豆的烘焙曲线 以获得更高品质的咖啡豆 这样的经营方式 让咖啡在阿里山上 未为一股新流行 许多附近茶农 纷纷来它这里取经 茶寿与咖啡不同 需要阳光又不能过度曝晒 高山午后经常云雾缭绕 就有遮阴的效果 可以减少茶汤苦涩 但现在这个气候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这个地方大概在十几年前 其实是只有种茶 到了冬天大概十二月之后 到隔年的大概二月二三月份 这个地方基本上酸害是会常住的 可能每天就是会有酸害 可是到了这十年内 其实这样的一个酸害越来越轻微 那反而这个双线一直在往上提升 那这也就代表说现在地球是在暖化当中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 我们在这里架了一个桌子 其实这里非常非常的壮观 为了研究阿里山雾带移动的证据 和环境的变迁 有学者开始进驻阿里山 台大黄卓英教授从2021年开始 就在阿里山上五个地区 梅山 竹崎等茶园 设置了十五座捕墓的仪器 要确认照片是不是 拍摄的角度是对的 可是我现在这个位置OK吗 因为我基本上就是照着 你之前那个白的地方 可以可以 这里有一个缩时摄影机 这个缩时摄影机就是在看雾 看前面这个地方雾 起来的样子 然后这里有个叫做叶湿记 叶湿记 叶湿记它竟然就是看叶子有没有湿 那主要是看雾有没有来 因为你雾来的叶子就会湿 然后它那个电阻就会变高 它里面是一堆电线的网路 然后这里有一个能见度仪 它会往这里就是类似 一个类似镭射的东西打到前面去 就看这条线 如果雾来的时候 它的能见度就会变很低 那我们就知道它雾来了 为了收集阿里山上的雾带资讯 与暖化的影响 黄卓英教授每个月带着他的团队 在阿里山的茶园和山林里传说 他们现在正在野生茶园中测量树罐遮蔽率 五不量是你看到底的时候是 是多少点 对 所以现在在查测上面的树罐遮蔽的程度 简单讲就是它在查树罐遮蔽的程度 那就是有多少片叶子 简单讲就是 你要帮你看吗 所以就要一段距离就要扯了 对 因为它是跟那个 我们的无人飞机的光达影像要结合 所以那个无人飞机上面已经有坐标了 所以这位那个男同学 他是量这个 那这位女同学他是有GPS 他是量他相对距离 到时候会跟那些无人飞机的光达资料做连接 那看它光达资料量得准不准 黄卓英老师的团队 在地面上的测量资料 加上无人机光学雷达的资料 可以推测整座森林的叶面面积 和森林对茶树的遮蔭程度 而森林的遮蔭加上围形气候站 测量的雾气笼罩情况 可以看出茶树生长的环境 这一系列的实验从去年才开始 因为国际对物林的研究非常少 台湾更少 台湾是从2000年才开始 有人重视这一类的问题 根据国际论文的研究 和山上茶树的亲眼见证 全世界物林带的雾气真的变少了 但在台湾却缺乏科学实证 这也是黄卓英在这里的原因 因为它这个冬茶 它们因为这个是 这甚至不是有机 这是野放 它就根本就是跟这些 所以这就是问题 根本没有 没有那个茶精的 所以就今年 所以它们今年就完全没有产量 理论上冬茶要多一点 因为冬天比较冷 那个虫会比较少 可是因为今年很热 所以这个也是你看 气候变迁 今年这片茶园完全没有收成 暖化造成虫害 让茶精全部被虫吃光 当地人说 以前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严重的虫害 剧烈气候和暖化 打乱了阿里山的茶叶生长 让原本一年五收的茶叶 现在很难预测产量 高温让茶树生长快 产量多 但少了云雾的效应 品质大打折扣 阿里山原本是全台最大的物林带之一 林区不乏千年的快木和扁薄 日治时期和国民政府时代的伐木业兴起 著名的阿里山小火车也是因此兴建 1975年 政府正视了山林保育的问题 才停止伐木 但为时已晚 开发出来的山坡林地 渐渐有人居住 种上了新的作物 而阿里山也失去了 原先保水性最佳的物林 近年大环境的全球暖化 与小环境阿里山仍为开发 排炭大增 当地平均温度上升 雾带双线更往高海拔移动 改变显而易见 这里是宜兰的物林带 明池和七兰地区 也是台湾物林带研究学者 最常去的地方 黄卓英教授每个月都会轮流上山 收集资料和换电池 翻山月岭 就是为了取得观测 微型气候站的资料 这对了解台湾物林的变化 非常有用 我上去看一下 你看有没有生长完就知道了 这六七 上面有一棵 我上去看是不是 上面还有一些叶子 有吗 一点点在树顶 可是树顶是有点断掉了 枯叶就是它们掉下的叶子 等于是它的生产量 叶子的生产量 树冠生产量 理论上我们上次 就是九月底到现在 因为台风崩塌嘛 结果这次好像比想象中少很多 因为现在是年底 我们每一年会来算 这些树木长得 长得好不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固定每个月会来一次 就是收集这些 这些库罗物 这些库罗物 然后主要是看它的树冠的生长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气象 我们有气象在 在这个森林底下我们有气象在 然后我们就是一段时间要收集 把资料收回来 枯落物是从植物上掉落的叶 枝 金 树皮 花果等 覆盖在土壤表面的物质 可以分析这座森林的健康与否 雾气其实也是森林的水分来源之一 干旱加上雾气减少 就有可能产生更大量的枯落物 它也是生态系统 能量与物质循环的重要载体 养分通过它的分解回归土壤 收集枯落物也是从事森林研究 都需要调查的部分 一个单位的光照进来 有多少会反射出去 从中间我们捡到一些枯叶 我们可以知道说 在七阑山这个地方 它的一些枯落物的背景的光谱是什么 因为你从卫星丛上面去看的话 一方面你会看到的是森林的反射率 所以我们到时候知道说 这个地方到底绿色植物长得怎么样 枯落物量是多少 都可以借由这个方法 直接或间接地把它计算出来 枯落物的多跟少会 当然一个地方越干枯 枯落物会越多啊 可以看得出来 尤其是当今天你树木 是部分树冠死亡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实际上这变化会蛮大的 啊 救命啊 对啦 因为我们像我同事 大家都喜欢到自然里面 就是会觉得很疗愈啊 对 就当然会有一些 比如说像刚刚看到蚂蚁啊或是 在台湾各地的森林 都有徐家军的实验基地 每个月都得往返去收集资料 不然发现有个钢扣 通常就是把它归位啦 然后出去的时候就再出去这样 它的办公室 仿佛一间小型的盘岩场 随时就能起身动动筋骨 抓紧时间练习或测试装备 从大学开始 它就是登山社员 加上它原本就是就读森林相关科系 森林反而成为它最自在的一个研究领域 徐家军现在就是将各地森林树冠虫上 收集到的大量资料解读 并汇入电脑 这个蓝色的是湿度嘛 但你就可以看它就是会 有时候会滴到蛮低的哦 这个是从50到100嘛 50%到100% 那100%通常都是下雨的时候 就看到它其实是会这样动来动去 那今年夏天比较干 所以甚至有低到50几 这个在... 这是我在棲栏的资料 棲栏的资料很少 就是这个是... 像这样就是有点... 气候趋于极端的现象 就是对森林的物种的确是很不好 就是他们希望是平稳的 不要太极端的变化 那可是现在气候看起来是偏向极端化 非常重要一个对台湾 因为如果严格讲 不管是1000或800 800到2500 就是台湾主要的物林带 那几乎是占了台湾非常大块的 所谓的森林区 所以它对台湾来讲 它全世界的比例不是那么大 可是它在台湾是一个比例非常大 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很有特色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森林生态系统 高山的物林是台湾森林的大宗 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268座 这些山上的森林几乎都是云雾森林 木带的改变将会对台湾森林大半的 高山生态系产生影响 而含水能力是一般森林两倍的物林 雾气让森林没有干旱的危机 多余水分会汇入地下水 成为生态系和生物用水来源 一旦物林产生变化 将对整座山的水纹产生影响 如果这个地方雾消失了 到底有什么影响 其实这蛮复杂的 因为也可能是正面的影响 因为你少了物对于某些农产品来讲 它的日照变多了 它可能生产量会变好 可是对于很多如果以生态系统来讲 比如说很多的附生植物 比如说不管是我们平常看到山树 或一些兰花类或什么的 因为它们很多时候它们得拦截这些物水 来生存 那当然它的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就会变少 真的是森林是水的故乡 它就是不会让水直接一下个大雨 就直接到地面 它会慢慢的节流 然后慢慢让它回到生态系 因为森林它会蒸发散 然后它其实这边就变成一个 蒸上去以后 这个地方就变得低气压 然后就会把别的地方吸过来 所以其实有一种造雨的 整个广义的来看它有一种影响 那个区域性气候的一个功能 对 就是增加雨量 极端气候下 在我们高空上的雾带 已经开始慢慢的往更高的地方飘移 这变化已经从阿里山的茶园 看出了端倪 极端气候已成了人类无可抵挡的趋势 这云雾森林的小改变 是否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的大警讯 producing这个村子 amount 这些竹是我们的买动 使用了一个作品 优先讲的口容 面团